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Bili Bala Talk 上個月我謂多災多難 墨西哥有兩次地震 接著多處有巨峰和水災 比較廣泛報導的就是香港和澳門 因為我們爭於斯爭於斯 第二就是美國的Texas和Miami Florida那些地方 主要原因是一來我們加拿大比較收到美國的那些新聞 二來我們可能都有親朋戚友在當地 比較少報導的反而就是Caribbean的Islands 直到這個Trump Trump去訪問這個Porto Rico 因為他言語上面那些disrespectful 說那些人你們應該要驕傲因為你們死人不夠Catrina多 另外就是他太救濟物資的時候 當好像是fans級那樣在扔這個花花給粉絲那樣 那就引起很多的爭議 如果不是呢可能呢 傳媒根本呢就很少會報導 當地其實那個受災情況 仍然是一個disaster 那Porto Rico 本身已經是一個technical破產的國家 那這次風災估計呢 有45個billion至90個billion的損失 目前為止呢都是只有7個percent的地方 是恢復回電力供應 那當電力沒有供應的時候 其實說過重建那個的舉動呢 是做不到的 那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上次有講過就是 有基督徒他可能會趁這個情況去 離地地傳福音 講神掌權啊 神災來啊 你要悔改啊 whatever那些說話 就可能難聽過粗口 那這樣除了我們要注意之外 實際上你會發覺人真是 或者基督徒就算有耶穌有神幫助也好 是很無奈很無力很無能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祈禱啊 那祈禱就是怎樣 就是沒有事情做到 那這樣 但是呢 過去那半個月呢 又令我有幾大的反思就是 因為我公司呢 本身是銀行保險 就在這個墨西哥 和在Caribbean 是有很多business的 而我就負責看它那個保險的business 負責做分析啊各方面 那在當中呢 我們都第一 我們去關心當地的同事 看他們有沒有事 他們家人朋友各方面 那還有就是 究竟公司幾長時間 能夠重新恢復正常的各方面 令到我們的同事 可以 不是叫他們 逼他們 說你們要上班 那樣 而是重新恢復正常生活 那 對一個受災者來說 是一個 relief 那 除了第一件事之外 第二件事之外 我們嘗試去估算 究竟我們公司的損失 始終我們都是個business 那第三件事我覺得是幾 appreciate 和幾 令我impressed 就是怎樣對一些 我們銀行的股客 嘗試怎樣去reach out 他們 令到我們知道 究竟譬如 在mortgage的公款上面 可不可以容許他們 有些delay 甚至 wave 了他們 部分的interest 那 嘗試去 透過這些舉動 來去有少少少 說中送炭的行為 那 at the same time 當那個分行 恢復運作的時候 那 他們可以 來拿錢 來應急 那 那第三件事就是 在保險賠償上面 通常呢 在 遇到災難的時候 這個是押到最後的 你首先會處理了 你那個 傷亡 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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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沒有穿沒有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才開始善後 第三點才去想 Financially 賠償多少 那我們嘗試盡快來 Witch out 令到他們 在Financially 至少知道他們 損失 知道保險可以幫到他們 Cover多少 相對來講 都是一個 relief 如果你記得 我年初的時候 遇過 我爹地的家 床島 是有水浸 浸了兩呎 在過程當中 都是很失法的 會去擔心 究竟保險會不會賠 究竟賠多少 多少是我們 responsibility 我們需要不需要賠別人 然後善後要 recover 要搬走所有的東西 然後找師傅來做 然後搬回所有的東西 進來 頭那時候 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是stress到我爹地睡不著 我自己也有少少睡不著 當然comparatively 苦難不能compare 但是發生在我身上 我可以compare compare compare來講 我們那件事實在很多很多很多 即是 我都這麼suffer 那imagine 即是 當地那些災民的時候 有多suffer呢 是 所以變成了這個舉動 去預先告訴他們 的時候 都是一個relief 我相信 至少令到他們心中有數 那 跟著有一個更大的反思 就是 咦?我們 普通人 無能為力 就算基督徒 最多是祈禱 versus 一個財團 一個平時我們覺得 是貪婪 奸詐 吃人不剌骨 賺到盡 的財團 反而 他的幫助 是貼身很多 on the other hand 有很多人會覺得 這些呢 純粹是一些 physical 的幫助 來的 重建家園 不是最重要 重建心靈 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自己的體會是 如果純粹只是 財物損失的時候 當你重建到家園的話 心靈是不需要concern 你已經重建了 很多人的不安是來自 那個physical的損失 on the other hand 當 如果是人命損失的時候 你無論怎樣重建心靈 那條刺永遠都在 耶穌是不會replace到 你家人的損失的 哪怕那個家人已經回到天家都好 那如果 你能夠做到這件事 你是可以replace到的 你 當家人沒有東西的 可能你是欺騙自己 又或者你真是比較剛強 但你的剛強 不要令到 你覺得全世界都是這樣 有很多人比你軟弱的 那我們要consider 另外一件事 當然 銀行 就不是米譜 不是善堂 他也都不是那些很pure 走去當地 服侍的那些資源團體 義工 他是做生意的 那他做一切的舉動 當然他有 他那個的考量在當中 第一樣考量就是 這些情況 來到去幫助 是有個正面的相遇效應在當中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這樣去做法的時候 譬如賠償這樣 那你會盡快知道你究竟損失有多大 那你盡快去計算清楚 和股東交代 第三樣東西的時候 就是和會計制度有關 在會計制度裏面 如果有人delay payment 你是要撇帳 就是delay得太久的話 但是如果你自動選擇 來給人delay payment 那那個就不是壞帳 那你就不需要撇帳 那雖然最後最後都是損失 有可能損失或者 但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至少做好人的損失 就不是做衰人的損失 那所以就是 無論怎樣 究竟他那個背後幫人的動機 是什麼東西 至少他幫到人 有很多時候我們去幫人的時候 很介意我們動機不純正 去服事神的時候 很介意我們是為自己還是為人 但是呢 如果這樣東西 令到我們自己卻步 那我們就連一個財團都不如 on the other hand 我們幫人的動機 是為了傳福音 是為了神災來 是為了這個神有心意 所以我們又不會覺得 這個動機是不良的 而我們又看不到 這個動機是很可憐的 那這個值得我們去反省 那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